大家好,这一节呢给大家讲一下做股票你要入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止损 止损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也做不到的事 但其实止损是第一重要的 你无论是老股民也好,新股民也好 你做了很多年你都要发现 如果你看错了一个股票,你就要止损 但止损呢是要分不同的类型的 如果你是单纯的做技术,搞技术分析的 那这样的话,你一般止损很简单 你就设定一个10%的停损位就可以了 只要比如说你买10万块 你的成本就是1万 就你已经想好了,反正我最多就亏1万 这样你的风险就所在了亏1万这个位置 但如果你是做那种基本面分析的话 那你就要看着它的基本面 如果它基本面一直都是向好的 它股价往下跌一下,你反倒是要分批去建仓买 但一旦你发现你对这个公司的判断错了 它的业绩没有你想的好 它后来慢慢变差了 那你也要根据它的基本面去止损 对吧 止损的方法就两种 但为什么很多人做不了止损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心理问题 因为你觉得你亏了 如果你割掉,你就会觉得是真亏 是吧 其实没有什么浮亏这个说法的 其实跌下来其实你已经是真亏了 浮亏这个都是自己骗自己的 而且如果你不止损的话 会导致什么样呢 就会把你的那个亏损放大 比如说你买10只股票 有大概4到5只可能看错的 都跌了 如果这5只你不止损的话 你任由它的那个亏损放大 然后你剩下的另外5只赚的比例不够的话 你整个flow 就整个组合 你就最后就会赔钱 听不听得明白 就是说假设你买10只股票 有5只是看错的 都跌了 然后如果跌了10%的位置 你都不止损 那你那5只股票 亏的地方就会亏多了 对吧 但是你另外5只股票 如果你赚的比例不够多的话 你整个组合最后就亏 所以呢你一定要把亏的那些股票的亏损 要降低到最小的范围 你起码你买进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这个停损位 止损 然后赚的那些呢 你就想办法让它发扬光大 比如说有 比如说你10个股票 有一个可能翻5倍的 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赚最多的股票让它翻多 千万不要赚了一点点就马上就跑 如果你实在怕的话 你应该把本金抽出来 留下利润继续滚 这样也能起码让你的利润继续去往上走 就你比如说你10个股票 有一个能够翻很多倍的 那那一个你一定要想办法抓住 甚至是继续加仓 这都可以的 但你那些走熊的股票 基本面变差的 或者说就技术上看 它都已经长期往下走了 你就一定要停损 说真的 千万不要迷恋这个公司老板讲过的任何的话 也不要觉得说我如果卖了我就是亏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你最后你实际想追求的目的是你整个组合一起赚钱 而不是看哪一个股票赚不赚 其实某一个股票赚不赚没什么所谓 你最重要是你整体的资产的总额在赚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你的成本 比如说你现在买个股票成本是10元 后来它跌到9元8元了 其实整个市场没有人知道你的成本是10元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一定要说非要什么等10元解套才卖 这个没有用的 一般来说 不光是老手还是新手 它的人性的那个弱点都很难改 就是损失厌恶症 就跌了就不想卖 就非要解套才卖 千万不要这样想 真的 一定要学会止损 然后呢 不要轻易的止盈 你一定要把那个利润放大一点 比如说这个股票本来10块钱 如果在涨涨到 我假设我涨到30块 后来呢 它又跌回来10块了 那到10块的时候 其实你 你又要卖掉 真的 就哪怕是坐过山车 你也不能够把它的亏损放大 因为它有可能涨到30 回到10 我不是讲错啊 是就比如说那个股票10块钱涨到13 后来要又跌到了10块 那你在10块的时候 你也要跑 因为到时候就伤害你的本金了嘛 啊 就是你赚30% 后来又回来原位了 这个时候你也要跑的 你最迟也不能够去到9块 不跑 跑 对吧 你最起码你要控制你的损失 这样的话 你整个组合 你最多就亏10%嘛 这样还可以接受 千万不要 听别人讲的 哎呀 我就卖了那些赚的 把那个亏的留下来 这种就有那种韭菜的做法 所有人最后赔钱的核心原因 都是因为把亏损的股票留着 把赚钱的股票放走了 嗯 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去训练 自己的那个 心态 让自己不要 长期有套牢的股票 如果你打开你的账户 发现有 十只股票 有八只都是绿的 然后绿的越来越大 其实你就已经 完全就错了 一定要留着赚钱的股票 不要留着亏钱的股票 知道吧 你不要 有时候 有时候说实话 都不用管 他是为什么赚钱 他们是估值高 还有低 有时候都不用管 反正他一直让你赚钱 你就要应该对他好一点 就你想一下就有点像 你和你养 比如说你有十个朋友一样嘛 那你肯定是 那些对你好的朋友 你继续跟他交朋友 是吧 他天天骗你钱的 让你赔钱的 你干嘛还一直跟在一起呢 是吧 希望呢 就大家能够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就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 比如说你一个女生的 你有十个男性朋友 对吧 十个男朋友 我就这样举个例子吧 有九个对你好的 有一个天天打你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留着那个天天打你那个 然后把那另外那些对你好的给割掉呢 就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男的 你交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天天送你钱呢 然后你说 哎呀不行不行 我怕煮熟了 鸭子飞掉 我要把他给甩了 然后呢 你就去换一个天天打你的 对吧 对你使用暴力的 然后你就说 哎呀 这个 我不能够跟他分开啊 哪天他开 如果万一他不打我呢 那怎么办 对吧 我现在暂时不能够跑 我要等他从打我到变的 不打我 我再跟他分掉 对吧 就没有这种人的 对吧 人呢 平时都是 进股市整个人就反过来了 你平时现实生活 你肯定会止损的 包括你做生意也好 开餐厅也好 你开十家餐厅 你是不是把赔钱的餐厅关掉 你不可能把赚钱的餐厅关掉吧 是不是 我以后 我还会再开一讲 专门讲这个止损 这个逻辑 就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止损 其实止损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你都不用管 反正觉得有点不放心 你就先出来 不要管那么多 好 这一点讲到这里 喜欢我这个频道的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 打赏评论转发 谢谢